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三 我们不会抢走加拿大人的工作 临时劳工呼吁联邦大赦 最近一名来自亚马加的女子Plomer 公开谈论她在新布伦瑞克省 作为临时外国工人所面临的恶劣工作条件 她呼吁联邦政府给予像她这样的工人永久居留身份 以减少雇主对他们的剥削 本周三 Plomer在移民工人变革联盟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讲话 她于2013年开始在新布伦瑞克省东南部的海鲜加工厂工作 她详细描述了地任雇主对她的歧视、骚扰以及恶劣的生活条件 她表示我们12个工人住在一起 但没有足够的电器 我们不得不在凌晨3点起床准备当晚下班后的晚饭 因为如果在下班到家后做饭 有时得等到晚上11点 即使买了日用品也无处存放 后来她找了一份新的工作 但她说雇主也没有好多少 她声称自己遭到了辱骂 她工作压力很大 我总是因为各种事情挨骂 即使机器坏了 我也会受到指责 她还声称自己没有分配到足够的工作时间 这导致她没有钱支付账单 这种情况给我带来了压力和焦虑 因为我没有吃东西 我的宝宝也生病了 我每天只吃一顿饭 而且还在给她喂奶 作为一名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单亲妈妈 这很困难 尤其是只能依赖一个雇主来养活家庭时 在那段时间 我无法入睡 总是想着下一顿饭怎么办 她表示 她和其他临时外国工人不得不认受这些虐待 因为政府拒绝给予我们永久居民的权利 现代奴隶制的温床 今年8月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将加拿大的临时外国工人计划 描述为现代奴隶制的温床 因为它造成了权力不平衡 阻止员工行使他们的权力 从月晚些时候 加拿大总理宣布联邦政府将限制某些行业的低薪临时外国工人数量 虽然普拉莫尔目前并没有受到规则变化的影响 但他表示 临时外国工人的待遇只会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更糟 移民很容易受到虐待 剥削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死亡 临时外国劳工是可以在加拿大工作的临时居民 一般都需要工作许可 有些人不需要工作许可 只要在加拿大劳工市场上跟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直接竞争的临时居民 无论是否拿工资或用金都被认定是工作 如果外国人没有工作许可或没有申请工作许可 来到加拿大入境处表示打算在加拿大工作 他将获得排除令 申请工作许可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持有LMIA 劳工市场影响评估 二豁免LMIA 包括宗教人士 跨国企业内部调派访问学者 正在申请或已经获得省提名 并持有省移民厅介绍信等 符合开放式工作许可的条件 包括毕业后工作许可 实习工作许可 桥梁工作许可 和配偶工作许可 境内团聚配偶工作许可 国际学生配偶工作许可 外国工人的配偶工作许可 LMIA的定义 作为一名雇主 在雇佣外国工人或准备雇佣很多工人之前 您需要申请劳工市场影响评估LMIA 一个积极的LMIA 可以说明该工作岗位需要外国工人 且没有加拿大工人合适此职位 通常申请LMIA需要雇主 在当地招聘网站上刊登广告招聘 面试并做好记录 证明没有符合招聘要求的加拿大本地人 申请LMIA对该职位的工资 公司规模 公司所在地也有关系 只有LMIA能直接办理封闭式工作许可 即加拿大为指定雇主工作 从事指定岗位 LMIA能给申请人 在联邦技术移民的评分系统上 加5分适应分和额外10分 并能在CRS评分系统中加600分 莫免LMIA工作许可 NAFTA工作许可 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美国和墨西哥公民可以申请在加拿大工作 NAFTA允许美国和墨西哥公民很容易来到加拿大 进行临时性的商务或投资活动 符合NAFTA的申请者无需通过加拿大人力资源的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 申请者必须符合以下一项类别才有资格进行NAFTA工作申请许可 商务、转业人士 必须属于NAFTA规定的60几种专业工作中的一种 并以从一个加拿大本土公司获得相关工作邀请 集团公司内部转岗 申请人必须在过去3年内至少持续1年 在一所美国或墨西哥公司工作 并内部转岗到同一家公司的加拿大分公司或关联公司 作为经理、管理层或专家类别开展临时工作 同时加拿大分公司或关联公司 必须符合与美国或加拿大母公司的关联关系 贸易或投资 必须在加拿大与美国或墨西哥之间进行商品贸易活动 或者在加拿大投资 申请人必须具备必备的知识和能力 并以管理层身份进行贸易或投资活动 NAFTA的签证并不能豁免需要签证 才能进入加拿大的申请者 除了商务访问者 并非商务专家 申请人士必须申请工作许可 才能在加拿大工作 热门旅游国恢复加拿大公民落地签证 古老神秘的埃及一直是旅游爱好者们心中的圣地 而在2023年10月 埃及取消了加拿大护照石油者的落地签 自那时期 加拿大人需要支付150加元 印邮寄申请表 护照和行程单才能获得签证 这让很多有心前往这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人们变得犹豫 值得高兴的是 2024年10月14日 埃及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 埃及将取消前往埃及的加拿大公民的入境前签证要求 该要求将于2024年12月1日起生效 声明补充道 加拿大旅客可以选择在抵达埃及入境机场时获得签证 此外还可以重新激活电子签证E-Visa申请流程 这一决定是在埃及外交移民和侨民事务部部长巴德尔 与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 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晤后做出的 为庆祝埃及与加拿大建交70周年 两国一致认为促进相互贸易和旅游 以及简化公民签证手续非常重要 取消预入境签证的决定 反映了双方共同致力于加强合作 并支持埃及裔加拿大公民与祖国的联系 所以如果您计划一趟埃及之旅 无论是持有加拿大护照还是中国护照 现在都可以落地前 加拿大人这么多人缺粮食 统计数字扎心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显示 随着通货膨胀 加拿大家庭粮食短缺问题在2022年大幅恶化 根据加拿大社区健康调查的数据 2022年全国约15.6%的家庭 面临某种程度的粮食短缺 比例较之前5年间相对稳定的水平显著提高 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年有9.6%的家庭经历粮食短缺 而到2018年该比例上升至11.6% 在疫情期间 由于政府推动财政补贴等援助措施 家庭粮食短缺率曾短暂下降 在2020年秋季达到8.5% 2021年为9.1% 呈现平稳趋势 然而2022年粮食短缺率再度攀升 不仅家庭粮食短缺的情况不断上升 显面临中度或严重粮食短缺的家庭数量也在增加 统计局指出 这意味着国民为维持基本食物需求面临更大压力 经济负担日益加重 此外 加拿大统计局亦指出 2023年中度或严重粮食短缺的家庭数量持续上升 分析认为 随着生活成本增加 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面临艰难的财务选择 食物支出将成为家庭预算的沉重负担 报告呼吁 政府持续关注通胀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并采取措施 缓解家庭粮食短缺问题 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水平 以上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再会